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很温暖的人 龚俊之前偷工作室的图自己发 然后暴露了工作室和他的群名 大意是叫自己不要飘的 当时就觉得龚俊真的挺有据的 还有他叫粉丝亮丽而行 因为代言的产品有一些很贵的原因 他希望粉丝可以以自己的生活为主 就挺暖心的一个人 而近期正是高考季 龚俊在高考的前一天发文为高考上加油 他说同学们放轻松别紧张 相信自己 三个感叹号 最后还有一个括号 里面也是别刷手机了 早点睡觉 当时他发这一条的时候18点多 就叫人去睡觉了 然后自己晒出来的照片里 还有自己玩手机的 有点可爱 但好像粉丝收到idol的鼓励 是更有信心一点 所以高考加油 而龚俊还晒出了自己穿校服的照片 龚俊当时跟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一样很有少年感 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很有少年感 毕竟穿着校服的少年是青春当中最肆意的时光 也是最让人怀念的时光 龚俊穿上校服的样子真的很有味道 少年的气息扑面而来 主要是龚俊晒出来的图并没有怎么经过摆拍 感觉就是站在那里随手一拍 然后就很好看了 这不就是每个少年上在跑道上面的样子吗 而且校服是怎么做到颜色都是蓝色和白色的 由于说小兵高中的时候校服跟龚俊的差不多 所以看到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穿越回到了高中的时候 很有校园的味道 如果说龚俊的校服很有少年感的话 那么他的私服也是一样的有少年感 其实啊龚俊本身就很有少年感了 穿上校服有种高中时候的青涩和稚嫩的话 那么换上私服的龚俊就有一种大学里面打篮球的运动系学长 果然是从高中到大学都一样的颜值出众 而且元气满满 龚俊是有腹肌的 看到他背心的样子就不由自主的想法了他的腹肩 再加上龚俊本身的少年感 就是妥妥的一个少年最美好的样子 其实大学和高中回想起来啊 还是会觉得高中的时候更加美好一点 那种饱含对生活期待的感觉 还有意气风华的少年感 真的很打动人 小兵有被这一张跑道的图给打动到 也许每个学校的布局都不一样 但跑道真的是慢慢的回忆啊 而刚好小兵高中的跑道也是这样的布局 从这个拍摄的角度看过去 左手边是坑齐台 背后是教学楼 还有高台是属于领导讲话的 平时没有活动 他就是用来堆放书包和供人休息的 所以经常会坐在台子上面 看着跑道的人来人忙 所以啊才会让人觉得很怀念 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校园当中 自己坐在台子上身边坐着闺女 然后自己讨论着 跑道上的哪一个帅哥好看 互聊这八卦 如果这个时候 刚好有龚俊这样的运动系学长在跑步 就更加的美好了 谁学校里面还没有几个校草呢 对吧 这也是校园的回忆啊 这些不能够跟龚俊一个学校的人 但其实啊 回想自己的校园生活 也是一样有自己的美好回忆的 所以看到这张图片才会想起那么多 不知道在校园当中谈恋爱的他们怎么样了 不知道毕业后的他们怎么样了 也不知道学弟学妹们会怎么讨论当年我们的传奇 校园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